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句,我是Niko 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3年2月份 你们的发力点是什么? 你们会有一个怎样的转变,又会得到怎样的好消息? 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 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 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 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骑士 我觉得你们在二月份的发力点呢 你们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某个人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们想要变成更好的存在去靠近他 在这组牌面里面,你们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于这个人 你们想为了这个人而变成更好的自己 为了靠近这个人,你们会努力的去发展自己的人格 激发你本能当中拥有的,不断的朝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自己 所以这组牌的你们应该是非常渴望得到一个人的认同的 你们为了得到他的认同,可能会想要去渴望变成更好更优秀的自己 我想这一定不是一个坏事啊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存在,让你们想要变成更好的自己 无论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这个人的存在就会让你们的世界多了一点点值得期待的美好 第二张牌呢,是权杖王牌啊 你们二月份的这种发力点可能是源自于你们下定决心要自我改造 它源自于你们能够想象到一个更加优秀的发着光的,充满自信和笃定的自己啊 你们抱着这种期待和憧憬去努力的行动 这会变成你们所有努力的原动力啊 就是它是有一种破壳而出的能量 二月份的话,你们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公诸于众啊 之前酝酿了很久啊,你们会在二月份迎接一个新的自我 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啊 惊讶于你们这段时间的改变 可能说你们在这之前已经静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把自己主动的隐藏起来,闭关修炼 就是为了等待着惊艳众人的那一刻 二月份你们会像英雄一般凯旋归来 然后宣告着自己的胜利 拿回属于自己人生的主导权 而这张新币三,新币八呢 二月份你们的发力点还会来自于有一个导师的指引 你们会,可能二月份的话 你们会主动的去学习 很享受那种不断充实的过程 通过把学习到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应用到实践里边 学以致用 这个过程它会给到你们很大的信心和动力 那么这张新币王牌呢 这张新币王牌它暗示着你们在二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选择出现 会有一个你们未曾设想过的道路的显化 这个发力点呢 就是我觉得你们之前在一个 已经熟悉的道路上 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已经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和阻力了 你们在不断的重复着某种相似的循环 在发就是在一个道路上不断的发展 在一个关口反复的徘徊和纠结 所以说你们会打破这样的一种重复和循环的方式 就是你们会发现一条新的道路 在这个新的道路上你们会获得一个新的增长 我觉得这种发力点是源自于你们会找到 也许是会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固有的思维模式当中束缚和禁锢自己 那么第五张牌的是新碧王后 他本身新碧王后 他就是一种很专注的能量 新碧本身就是一种具象化的体现 你们不会在那些海市蜃楼的虚无 被那些虚无缥缈的泡沫所蒙蔽 而是会把自己沉淀下来 看到具体的风景 爱具体的人做具体的事情 能够逐渐的看清楚自己命运的轮廓 踏踏实实的去抓住一些 你们能够够得着的东西 而不是去试图匹配那些 暂时还不属于你们的人事物 那么新碧这张牌呢 我觉得它是会回归到一种具体的生活 去做具体的事情 会有一点琐碎 但是一旦你们能够接纳这种琐碎 你们做的这种具体的事情 才能够真正的推动你们的发展 而不是停留在空想 把自己每一个细微的想法都去实践 行动和显化 就是每一个伟大的事业 它都会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所以说新碧王后的话 我觉得二月份 它的这个发力点 就是说 你们要去发力 而不需要管这个点在哪里 你们只要发力了 就能够找到这个点 而不是说 你们可能之前有一种执念 就是一定要先找到这个点 才去发力 这听起来有一点绕口 就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在行动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找到那个发力的点 然后这个新碧5的话呢 排面当中你们还在望着一个人啊 他可能已经不在你们的身边了 他似乎变成了 守护灵一般的存在 但是他还会是你们前进的一种动力 你们可能对于某个人的离去 久久不能够释怀 但是呢 你们会想要为了这个人 努力的变成更好的自己 为了曾经的某个承诺 那他就会成为你们精神上的一个发力点 那我觉得你们其实不必惋惜这个人的离开啊 因为他的离开会激发你们内在的生命能量 让你们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那么这个人的离开 他其实就像是命运的剧本的一种精妙的安排 来帮助你们成长 来推动你们成长 来加速你们成长 所以说有的时候离别 他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相聚 只有你们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你们才能够在一个更高处 再一次的遇到这个人 要相信命运之轮啊 迷失的人迷失了 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那么第七张牌呢 圣杯国王啊 圣杯国王这张牌呢 本身圣杯的话呢 是有一种让自己松弛下来的感觉 就是很多的事情 他不需要你们太用力 他是缓慢的平和的 细水长流的 所以圣杯国王这张牌 也是告诉你们要慢下来 慢一点做决定 人生他本来就是用来体验的 而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 过程也会很美好 圣杯国王在二月份 一定要去接纳自己身上的 那些不完美的特质啊 允许自己慢慢的绽放 就像沉酿的酒 越到后面味道才会越醇厚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们也要 就是其实圣杯本身 它是一种很宽容的能量 你们要允许一切发生 美好的会发生 但是有一些事情 暂时会事与愿违 你们也要允许它发生 允许结束 也允许开始 允许自己接纳一切 同时也释怀一切 那么这个新币二呢 我觉得你们在 二月份可能有一种 在走独木桥的感觉啊 就是在维系着某种微妙的平衡 同时去处理两件不同的事情啊 有一点一心二用的感觉 或者说 它会有一种跨界的 跨领域的这样的一种 把两个技能整合 组合在一起 会释放出你们新的潜力 而且呢 这个你们手上有两个新币的话 就说明你们 会有点一心二用的那种感觉啊 你们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 原来你们可以同时去处理好 两件不同的事情的这种能力 那我们抽到的这三张 英雄之旅神运卡 第一张牌就是 You have won the lottery 你们赢得了彩票 我觉得二月份 你们的运气会出其意料的好 会有一些奖品 从天而降 比如说买到的彩票 你们会成为那个幸运儿 又或者说 有一些考试 你们刚刚过线 它就是说 你们的身上 在二月份会有一种 锦理体质啊 幸运女神的光环 会在二月份降临到你们的身上 有一些事情 可能你们仅仅靠着运气就能够把它圆满的收尾 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你们也很惊讶于自己似乎没有费什么力气 就得到了一些别人所羡慕的成就 这就代表的是命运之轮正在朝着你们发展的方向 在推着你们往前走 就是整个运势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而第二张牌呢 是A Splendid Torch 二月份的话 你们可能会被赋予一个很大的项目 新的任务和责任 有一个人会把他们手中的火炬交给你们 你们会有一个新的目标 会成为一个火炬手 二月份 你们可能会在一个项目团体当中 成为一个领头羊一样的角色 你们会高举着火炬 它代表的是二月份你们的身份是一个领袍者 你们的身后有一些追随者 意味着你们是走在前列的 二月份你们可能会被一些事情 好消息重新点燃信心 希望和信念 旺盛的生命能量会重新回归 这个Splendid Torch呢 我觉得可能是二月份 你们会得到一个能够令你们为之振奋的一个好消息吧 一个好的结果 它会显化出来 然后第三张牌呢 是X marks the spot See the love in disguise 这张牌很特别啊 我觉得你们二月份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发现有一个暗恋着你们的人 你们会看到这个人 一直在你们的身后默默的守护着你们啊 它是一种爱 一种关怀 一种毫无保留的真诚 隐藏在一些行为之下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 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二组牌 第二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王后啊 你们二月份的发力点可能是来自于你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很强烈的感受 这种感受可能听起来有点虚无缥缈 就是说你们二月份不会刻意的去追逐某个发力点 而是会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 给自己的生活留出一些荣誉和空白 在这种荣誉和空白的时间和空间里边 它是能够让你们走神和发呆 能够畅想未来的 这个时候你们就会顺着自己的感受开始思考 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点 不说没必要的话 不去不去做不想做的活动 不和没必要的人来往 就是让你们的生活变得简单一点 你们的生活越简单 在你们的生命当中留下的那些东西就越重要 所以说二月份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们会抽出时间来创造你们想要的生活 保持对于生活 对于自己 对于某件事情的热爱 从这种热爱当中提取出一种能量 12月份你们会去做那些让你们感到放松的舒适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用一顿大餐来犒劳自己去见想见的人 所以说二月份它一定是松弛的 你们越松弛 你们就越能够看到自己想要什么 想实现什么 所以说二月份的上学 它是有一点随性的 会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会有一个来自于经验的总结 反思和升华的这么一个过程 先做减法再做加法 所以说二月份 你们会跟着自己的感受 被感受所引导 然后才会去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 二月份的话会有一些计划被提上日程 这张保健往后就代表的是 你们在二月份会得到一个人毫无保留的权利的支持 你们身后的一条龙就是说 二月份会有贵人相助 这条龙是帮助你们扫清前方的障碍的 结合这个战车 就是说二月份会有一个非常强力的合作伙伴 强强联合资源整合 或者说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会产生 这个人刚好能够弥补你们的短板 而你们的长板又是他所需要的 所以二月份的发力点来自于 你们身边会有一个强有力的队友托举着你们 而这张新币三呢 我觉得在二月份你们会从理论家变成实现家 它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先通过自己的感受 确定自己想要实现的事情 而且呢 排面当中有三颗新币 就是说你们会分阶段的逐步的去完成 一个大的目标 三颗新币就说明一个大的目标 你们会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个个的去实现逐个击破 新币三它是一种秩序的回归吧 就是当你们先明确了自己的感受和目标以后 再用理性的思维去拆解目标 二月份事业和工作上的发力点 可能会还会有一个 有一点竞争性的项目会出现 可能和就是会有一个人和你们竞争某件事情 会和你们有一个正面的PK 我觉得你们之前可能在一种内卷的竞争当中 不断的被打压 甚至在不断的打压的过程当中 你们还会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就是会自我PWA 但是这个权杖三我看到 二月份你们会拿出勇气去反抗 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不会再被侵犯 会站出来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和权益 不会再做乖小孩 你们会强烈地意识到 生命完完全全是自己的 你们不是为别人而活 你们是全然地为自己而活 只有这样才能够激发出 你们内心深处的那种主观能动性 所以说不要为了任何人 去牺牲自己的感受 你们一定是为自己而活的 会刷新周围人对你们的认知 你们可能会让他们见识到 原来你们也可以变得很强势 会把这些隐藏在身体内的一种 有竞争性的力量释放出来 因为你们之前长时间的压抑自己 但是会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看起来越是沉默的 内敛的 你们爆发出来的能量 就越强大 越干脆 越果断 然后这张恋人呢 有一个人会从水面上浮出来 之前隐藏的人会现身 主动地表露出自己的身份 或者说在通讯录里边 有一个折服了很久的人 他会和你们在一个契机之下 重新建立连接 二月份的话会有一些感情上面的变化 会和一个人有着暧昧的关系 有精神层面的共鸣 同时也有着身体层面的吸引 最重要的是你们曾经过去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 所以说有着共同的回忆 两个人的关系会迅速的进展 并且熟络起来 这张命运之轮呢 二月份的话 你们是你们整个2023年的一个命运的转折点吧 你们应该能够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命运之风正在把你们带向一个你们未曾向往过的高度 就是说命运之轮啊 命运的托举会让你们在二月份完成一种自我实现 可能就是二月份你们会抓住一个机会赶上一个行业发展的风口 趋势红利 找到自己所擅长的事情 还有你们的闪光点 会变得有如神柱啊 简单的来说 命运的大门会重新向你们敞开 这张宝剑石呢 我觉得二月份的一个发力点是来自于你们身体上呢 可能会从一种虚弱的状态里面恢复过来 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受到生理周期的影响 这个宝剑石它是有一个排毒的过程 你们身体当中的毒素会被清理 流出体外 如果说你们现在的身体很虚弱很难受啊 那就是说明你们正在一个排毒的过程当中 二月份你们会重新恢复这种身体上的健康 因为身体才是你们做的 所有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质点 你们一定要先拥有一个好身体 健康的身体 它是你们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实现的一个基础啊 所以说二月份要健康饮食规律作息 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 就是在保护你们的梦想 保护你们的未来 保护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那么我们抽到的这两张英雄之旅神移卡 第一张牌是attune to the call 它是一种响应啊 响应一种呼唤 有一个人会呼唤你们 会召唤你们 二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突然的很紧急的给你们打来电话 发来消息 而且呢 这个电话或者说这个消息呢 它的背后是一个机会 会向你们抛来橄榄枝 会和你们有一个互动深度的交流啊 这张牌象征的就是你们过去的人脉 可能会开始发挥作用了 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和邀请会出现 某件事情啊 可能会因为这个电话 或者说这个消息而尘埃落定 你们之前跟进了很久的一个项目啊 在二月份 它会因为这个电话 而彻底的去落实下来 你们之前可能因为某件事情 睡不好觉 焦虑躁动不安 当你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们终于可以安心的睡一个好觉了 那么第二张牌呢 是never crawled on the leading edge 就是说明 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也就是说 二月份你们可能会做出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啊 因为你们走在前面 这个决定可能不太会被身边的人所理解 甚至是支持 你们在二月份会顶着压力 去做出一个改变和决定 会有一些不理解 甚至是反对的声音出现 但是我觉得你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不要犹豫啊 因为你们感觉到 当你们感觉到有阻力出现的时候 说明你们在走上坡路 走上坡路才会有阻力 如果你们能够在二月份扛住压力去做出这个决定 那么未来的你们一定会感谢现在的你们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三组牌 那么第三组牌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就是一个皇后啊 二月份的发力点可能是来自于外部环境当中出现的一个女性贵人 很权威 有能量 有影响力 他可能会给你们提供一个杠杆和支点 你们只需要发力就可以了 你们身上的那种独立的不依附的笃定的状态 会得到这个女性贵人的认可和赏识 而第二张牌的圣杯酒啊 你们在二月份的一个支点来自于一个交易的达成 嗯 他是他可能是一个口头的协议 有可能是会签署一些文件 嗯 会有一些法律的效力 你们签署的这种文件会给你们 带来一些新的资源和一个稳定发展的平台 权杖10 这张牌呢 二月份的话 他会有一个里程碑啊 来到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实现一个小目标 会有人在更高处等着你 在向上攀登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你们是需要有一点耐心的啊 一点点的会整个过程会有一点磨人啊 小心试错啊 这张牌呢 他给我一种步步为营的感觉 一步一个脚印啊 像是想往上攀登的过程有一点艰难 但是你们努力是可以确切的看到回报的 你们在边想边干边优化的过程当中啊 人生的下限会被不断的拔高 在二月份你们猛然的回头会惊讶于自己原来已经走了如此之长的一段路了 你们会你其实你们已经从过去你们认为不会幸存的那些事情当中 硬着头皮走到了现在 所以说他是有一种苦尽甘来的这样的一种暗示啊 一波三折力经磨呢 但是终于要上岸的感觉啊 观观难过观观过 步步难行步步行 二月份的话可能有一些事情到了一个最后的关口了 要敢于挑战 敢于向宇宙下一个大订单 那么第四张牌呢 就是这个女祭司啊 女祭司的话 我觉得你们的身上缠绕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能量 一条黑色的龙和白色的龙啊 可能在两种极端的能量之间来回的摇摆和波动 但是在二月份你们会达成一种统一的和谐的状态 这种统一和和谐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们会找到一个自己能力圈和舒适圈的黄金交叉点 类似于理性和感性的完美结合 先做就是你们做选择的时候 要先看直觉 然后用理性去分析 最后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就是说这个女祭司的话呢 就是你们会把两种极端的能量和特质完美的结合到一起 那么这张胜微侍从呢 好像你们之前可能一直在经历一个考试吧 在二月份你们会给命运交上一份满意满意的答卷 有一些项目 有一些事情在二月份是能够迎来一个圆满的收尾的 这张牌也暗示着 二月份你们可能会得到一个认证 一个证书 一个offer啊 它是一种很正式的文件 或者说荣誉会发放到你们的手上 而这张新币国王呢 我觉得你们在二月 你们在二月份的这种发力点 可能是源自于你们会突然的得到一笔钱 或者说一笔资源 经济基础它是会决定上层建筑的 所以说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种扎实的物质作为保障的话 会有底气去做出一些尝试和改变 所以说你们在二月份的这种支点 其实是来自于你们拥有一个扎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 然后这张新币四呢 我觉得你们在二月份的话 要注重储蓄 要开源节流的感觉啊 要努力的实现一种 即使你们在最差的时候 也依然拥有一些保底的项目 能够给你们带来正向的现金流啊 给自己提供一个生存的荣誉的空间和安全边际 二月份的话 我觉得你们是会把自己保护起来的 保护自己的能量 保护自己的财产 然后用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一个无限发展的项目里 就是会有这种金钱的储蓄 我觉得它是能够为你们的人生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啊 是你们能够去 能够有钱有底气去做与钱无关的事情 就是但是你们一定要先拥有钱 才能去做与钱无关的事情 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 你们只有做那些与钱无关的事情的时候 它才是你们发自热爱的 发自内心热爱的一些事情 做这些事情 它才能够滋养你们 才能够实现人生的持久的知足 才能够让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保持纯粹 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啊 当你们不渴望财富的时候 当你们不去追逐财富的时候 财富会来主动的追逐你们 因为你们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丰富自己身上 因为你们做的这些 与钱无关的事情 反而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价值 所以说这张圣杯期呢 我觉得你们在二月份可能会经历一种类似于二次发育的这样的一种 蜕变吧 类似于大脑的二次发育 身体的二次发育 想法思维啊 行动都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你们现在的问题在于 其实不是你们没有发力点 而是发力点太多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的这些圣杯 它其实都是你们可以发力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们拥有太多的选择的时候 就会变得无所适从 你们也要注意啊 有的计划它越复杂 实现的可能性就越低 所以说一定要化繁为简 越简单越容易实现 就是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而是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说这个圣杯期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找到一个能聚焦的点 就好像是拥有一个特殊的透镜 可以将光线聚焦到那个点上 用集中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去攻克 它突破瓶颈 从而不断的刷新自己实现长期发展 那我们接下来抽到这两张牌的第一张牌就是 Stop and take in the view 这张牌呢告诉你们在二月份的话 你们可能会突然的停下来 然后想明白一些事情 就是会停下自己手中的事情 然后就开始思考 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它是不是可重复的 可积累的 可以实现一种长期的复利和增长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们不仅要埋头干活 也要抬头看路 第二张牌呢是me time 它是一种深度的复盘总结和反思 就是二月份的话 你们可能之前把太多的时间精力放到了外部世界 唯独缺少了和自己相处的时间 那向外张望的人都在做梦 只有向内自省的人才是清醒的 二月份一定要留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和空间 这种独处能够赋予你们最纯净的感知能力 只有独处的时候才能看到自己 我们离自己最近 但是也最远 因为离自己越近的东西就越难看清楚 但是我们一旦能够看清自己的话 我们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将要去向何方 从而产生这种有目标 有希望 有导向性的行动 让自己的能量落地 所以说二月份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你们要和自己 你们要学会独处 你们在独处的过程当中 能够看到一个 你们未曾发现的自己 看到你们内心当中最深处的渴望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 或者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